我經常都不理會自己的感受 而去照顧別人的感受的時候 就會令自己不了解自己的想不想做這件事 所以這首歌真的是一個表決的決心 希望可以告訴大家 我Jeremy就是一個這樣的藝人 希望大家喜歡 其實我心目中覺得他很適合彈 但實際上他真的有些缺點 其實他一繞的時候很有型 但他的身形又不是很好 他唱歌好聽 但不能持久 調教李MIRROR之後花姐指出的問題 我也有繼續去改善這些問題 就是學多點唱歌 做多點健身 這些是唯一可以解決的方法 真正知道今次出場SOLO的時候 是應該演唱會中斷那段時間 花姐就跟我說 那時候知道了 然後就開始正式籌備的時候 是11月 11月開始跟卡叔叔監製聊天 然後就覺得 我其實應該是要走 像去年演唱會一樣 Monster那種霸氣少少的妖 那種感覺 然後就以這個為基礎 就去做了今次搬這首歌 老實說是演唱會的表演 是打了一個很大的強心針給我 因為其實老實說那時候做Monster 都是一個更加解放的表演方式 發覺其實原來自己真的可以很享受這件事 到最後我覺得我應該要做這些事情 這次的劇情 我覺得以往MIRROR都沒有出現的 比較大膽一點的劇情 比較血腥一點的劇情 然後是找了一個很厲害的Fish 去廖子瑜去幫我做這個MV的女主角 她是我的另一個化身來的 她會做一些比較暴力一點的東西 去表達人的另一面 然後就希望透過不同的面向 我告訴大家 其實所有事情都是你 但是我們是要慢慢了解自己是一個怎樣的人 其實最大的改變應該是 我自己給多了自己的自信 因為我了解多了自己 就是以前的自己會很沒有自信 是因為我的自信 這樣一直都是別人給我的 我記得以前很多人都是這樣跟我說 就是說你經常都要認同你才肯做的 我一定是讓別人得到別人的認同 我才肯放一點去做 但是其實我不需要得到別人的認同 我應該是要自己認同自己才可以再做 才可以得到別人的認同 但是我經常都不理自己的感受 而去照顧別人的感受的時候 就會令到自己不了解自己 想不想做這件事 我很深刻印象的是 《列盤下道眾生可鬆開抑壓的眾生》 《列盤下道眾生可鬆開抑壓的眾生》 《列盤下道眾生可鬆開抑壓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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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眾生老是一人 給了自己多很多的自信 去解放了自己很多抑壓著的東西 就算因為以前我做這一類型的風格表演的時候 我都有一種顧慮在這裡 因為我很害怕別人怎麼看我 我很害怕別人會覺得很噁心 我覺得很不舒服 很不喜歡我的表演 但是現在我是覺得 我有自信自己做到這件事 是可以令到大家喜歡的 我覺得這個是我自己最大的轉變 是很適合這個歌詞的 花姐第一次聽這首歌 都很喜歡這首歌 都說很好聽 她都說很期待我會怎樣去演繹這首歌 以及舞台是怎樣 因為很多人都是第一次聽這首歌 都說很好聽 我已經想到你的舞台是怎樣的 我已經想到你的舞台是應該什麼顏色 什麼裝飾 你有什麼Pops 你有幾個舞蹈員都已經想好 很有畫面的一首歌 所以這些評論是令到我 很有信心去做這次的Solo 請訂閱我們的YouTube頻道 記得按一下小鈴鐺 再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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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見